請問一下人生在何處 不好意思 現在在Hotel 剛好吳慕大學有一首歌叫做 No Love Hotel 所以呢 我們今天拍MV的場景就找一個 我覺得這是很有愛的一個Hotel 這個曲風帶點台式RMB 然後我又加一點台式的轉音進去 所以就是中西合併的感覺 這一首歌其實就是在講 每一位人的人生 基本上都會遇到 錯愛的對象 講述比較直接就是 有關一夜情的這一種劇情 那就沒有愛啦 所以呢 就各做各的事情 然後重點是因為 我覺得黃忠平導演的一些思維邏輯 讓我覺得 他是很前衛 然後很無厘頭的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也是我從以前到現在 拍過這麼多MV 從來沒有嘗試過的 劇情呈現方式 No love hotel 好難做回公 No love hotel 好難做回公 當時看到這個歌詞我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福凱好像就是 從那個森林系 然後突然間轉變成那個鈴聲系這樣子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樣子的一個轉變的 當時我拿到這個歌詞 然後聽到這個編曲 我就覺得我好喜歡 而且好有趣 真的跟我以往的一些曲風完全不一樣 我一直在想說我唱歌的模式 因為以前就是唱比較抒情的 很少會有這種比較 絲滑 然後要有點RMV 然後這種比較西洋式的轉音 其實我 自己私底下很愛唱這些東西 剛好在這一首歌 讓我發揮到 在錄這首歌的時候 我自己揣摩了蠻多不一樣的語氣 然後跟聲音的一些變化運用 Hotel這種地方 其實很多的電影都會出現 那我覺得以這個房間為出發點 任何的人 任何的事 任何的情感 都會在這個房間裡面發生 所以對我來講 這不單單說 我只是來過個夜 或是來做什麼事 它其實講述的東西非常的多 講到情愛 講到在一起或是分開 或是我今天跟你 明天我就跟你結束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情愛的糾葛啦 我會帶小音箱 其實現在 有些飯店是會有這種藍牙 藍牙音箱的 但是我自己都會帶我自己習慣的音箱 因為注重音質 對比如說你在泡澡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在旁邊 然後就是播歌來聽 不要放鬆這樣子 所以 那個是我必備一定會帶的東西 我們在找他 089.2 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